而美国跟中国大陆近日才因为间谍气球的风波而杠上 现在又在病毒溯源的议题上继续割空交火 这是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情报指出 这新冠肺炎病毒很有可能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外泄 而中国大陆方面当然是继续否认这样的消息 还指控美方把病毒溯源给政治化了 而美方还指控 中国的国家是领导经济跟贸易违反了WTO的原则 导致其他的国家跟企业工人受害 美军也搭载了多名记者带大家飞到南海上空 亲身感受到共军战机逼近尾随咄咄逼人的取动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 我们取得了重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北京当局才宣布成功战胜疫情 美方就再次把疫情的源头指向中国 美国华尔街日报周日披露 美国能源部根据最新机密情报 认为疫情起源最有可能是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外泄 这是继联邦调查局之后 第二个美国政府部门把病毒来源指向中国实验室 尽管美国国内对疫情溯源看法仍存在分歧 但白宫明显更重视能源部的这份结论 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洛家辉重申 需要更科学地厘清病毒来源 才能有效预防应对 让全球数百万条因为新冠疫情而陨落的生命 不会白白消失 他更强调北京当局在疫情一开始 至少已经犯下了这个错误 北京当局则始终反对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 更批评美方造谣把议题政治化 除了在疫情溯源上相互指责之外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五向国会提交的 中国旅行世界贸易组织承诺报告中 贸易代表戴琪也直指北京当局 采用的国家主导经济与贸易方式 与WTO原则背道而驰 并且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工人 带来严重损害 此外中美两国在南海的摩擦 更是不曾间断 美军上周五派出P-8巡逻机载着多名媒体记者 亲身感受解放军在南海的压坝行径 包括无视越南与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反对 反复驱赶靠近的船只与飞机 解放军还派出挂在飞弹的 歼11战机近距离追踪美军飞机 共军战机对于美方所有航空安全要求 都置之不理 导致两机距离一度只有152公尺左右 把国际歼对于飞行中的航行器 至少得有300公尺以上垂直距离的安全规定 都当作无误 放任飞胺事故或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不断增加 美军官员坦言 解放军在南海这种近距离 压迫的动作几乎天天都会上演 而且行径越来越咄咄逼人 例如去年十二月底 共军战机就曾经在南海 靠近美方侦察机 两机一度相隔只有六公尺左右 本月初更传出解放军在南海 以军用雷射光照射 菲律宾海军补给船 导致飞国船员暂时失明 但解放军压迫行径只是让美军持续增加在南海的存在 光是上个月美军就出动六十四次侦察机到南海 美方更与菲律宾针对南海联合巡航达成初步意愿 未来美菲两国甚至是澳洲都可能合作巡航南海 以抗衡北京在南海的扩权 TVBS新闻综合报道